大家好 歡迎收看足球頭條 今天又拍大包為大家報道一些足球的最新資訊 在昨天英超的一場獨腳戲 利物浦以3比2贏了韋斯咸 今天這一節會跟大家有兩宗跟進的報道 第一宗報道就是Express的報道 題目是什麼呢 沙拉可能利用利物浦作為一個踏腳石 想轉去王家馬德里 誰說的呢 是加里里維尼 一個前腕的球員和隊長加里里維尼 在Sky Sports說的 利物浦前鋒沙拉 被質疑 究竟他長遠會不會留在利物浦內 加里里維尼 就說 他說 沙拉可能就用利物浦作為一個踏腳石 作為他加盟 這個 王家馬德里 西吉的王家馬德里 暫時來說 自從 在2017年加盟利物浦後 沒有一個球員 在這段時間入球多過他 即是他入球停不了 這位埃及球員 也在上一季 利物浦取得歐聯的錦標 以及今季 取得英超 未取得 不過即將取得的錦標 是很大的貢獻 但是 加里里維尼就相信 沙拉長遠的想法 始終他有一天 是代表王家馬德里比賽 他就說 你不能夠怪沙拉的 因為 他想去班牙貝 即是王家馬德里的比賽 因為他見到其他都相當出色的球員 碧涵 雲尼斯特內 或者斯朗拿道 都有同樣的做法 那麼 加里里維尼也都覺得 他說利物浦的球迷 可能對於沙拉的忠誠度 就沒有他的隊友覺得 那麼厲害 他就說利物浦的球迷 可能 都有想過 沙拉 是有一刻 會離開利物浦 其實他在 剛剛那個 Monday Night Football 就說 Sky Sports 他說很難 去找一個球員 替補沙拉 因為他實在 入球能力相當強 他就說 他在18個月之前 已經想 沙拉 終歸有一天 會離開利物浦 他就說 他就說 這個其實 都 一個 都 不難理解的 一件事 他也感覺到 因為可能 這樣 利物浦的球迷 就沒有 對於 沙拉的支持 或者 他的 贊重 是沒有那麼多 因為可能 利物浦有部份球迷 都覺得 沙拉 是不是那麼忠誠 於利物浦 都有個問號 OK 加利利維尼就說 他覺得 有個感覺 給大家的感覺 沙拉給大家的感覺 始終有一天 他都會去王馬 或者去巴赛 他會做這個 很大很大的轉會 但是他就說 這件事 我們不能批評沙拉 他 加利利維尼 就跟 碧涵 雲尼斯達萊 或者斯朗納路 一起踢球 他們都很想 得到這個 Belondo 世界足球先生 這個榮涵 所以這個也是原因 為什麼他們會想去王家馬德里 他們很希望 去到一個 叫做世界的最大球會 亦都令到他們 拿到這個 世界足球先生 這些個人的錦標 的機會大了很多 那麼他就說 他覺得 大家利物浦有部份球迷 都可能會想 有這個感覺 究竟他有多喜歡利物浦呢 他有多忠心 對利物浦 他會不會走呢 他就說 可能有些利物浦的球迷 心裏都有這些問題 問自己 他就說 他覺得 加利利維尼覺得 始終 利物浦 都可能是 Muham Salah 的 足球生涯裏面的 一個踏腳石 OK 他 亦都有 很高的 對自己有很高的期望 他說 好老實說 黃家瑪德里 和巴翠龍拿 很多球員 都很想加盟 亦都覺得 加盟到這兩隊球隊 是一個 詠譽 來的 他說 當一個球員 如果他 入球的時候 或者其他的自己隊入球的時候 他不會慶祝的話 那麼 那個球員 就會 令人覺得 他比較自私 如果他不傳球給自己的隊友 那麼 在利物浦這麽注重團隊精神的 環境之下 可能真的 比較上 不太 融入到 始終 這類型的東西 你 球迷看到的話 可能 都會對那位球員的印象 或者 留隊的信心 對於那位球員留隊的信心 都會有一些營糧 或者 另一個角度看 有些球員可能就是 沒有那麽受歡迎的 可能就是 他們本身 的命水 但也有可能 他們相對來說 是比較自私的球員 可能都會沒有受到 球迷那麽受歡迎 OK 他就說沙娜可能會有些不開心 如果 球隊贏2比0 但是 他可能有兩個很大機會 進不了球 可能他都會不開心 以上就是 加里里維尼自己個人的選擇 但是當然 他在這個球圈裏面 打滾了這麽久 他見到他認識的球員 就肯定多過我們 但是 他也是一位萬聯的球員 會不會 對利物浦的沙娜 有少少 偏見呢 這個絕對 大家要考慮 OK 另外一單也是Express的報道 就是說 TAA Trend Alexander-Arnold Arnold仔 就告訴大家 究竟利物浦這場 反勝韋詩咸 原因 或者是甚麼因素呢 利物浦就3比2 在星期一的英超獨腳器 反勝韋詩咸 現在就繼續領先 第2位的萬成 22分 TAA接受 賽後的訪問的時候 他就贊重 利物浦的球迷 即是雅菲露的主場球迷 因為他們的打氣聲 以及他們的氣勢 真的有少少嚇疾了 韋詩咸的球員 令到他們 在緊緊的情況之下 贏3比2 利物浦的球迷就應該 最初就以為這場球很簡單 因為 韋娜杜姆 8分鐘就已經開了 插入了第1球 誰知道 TAA就做了這個助攻 誰知道很快3分鐘就被對手追平 然後 莫耶絲那群米詩咸的球員 甚至乎感覺到可能有機會成位 很久都沒有試過 令到利物浦敗仗 在英超的一隊球 尤其是他們的 替堡球員 方勒斯 入了一球球 2比1 令到他們領先 然後 利物浦的主場威力來了 雅菲露整個主場的咆哮 間接 令到 敏尼 和沙娜 兩個入了兩球球 亦 在這場球中 以3比2 反勝 韋斯咸 TAA在接受 Sky Sports的訪問時 就這樣說 很明顯地 我們感覺到 我們是主導了比賽 不過這就是足球比賽 主導就不代表一定贏 我們就給他們有了兩三個機會 尤其是在死球方面 他們是最大機會入球的 結果我們真的入了 我們今天就看到 我們今天贏了球是開心的 但是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我們還有很多東西要去爭取 我們也有很多東西要做得對 才能讓我們繼續贏球 球迷對於我們來說 非常非常重要 他們真的非常難以自信地支持我們 尤其是當我們落後的時候 對於我們追球來說 非常之有幫助 我們總之就是在球場上高 不停地製造機會 這個想法 是高普作為領隊 注入了我們每個人的腦海裏 結果 就真的有回報 我們真的追得回 有入球 TAA現在就有14個助攻 在這個球區裏 只是 他排第二的 在英超的數據裏 第一位就是16個助攻的 迪布利 曼城 當他在說 他在高普 帶領之下 是不是多了很多自由度 去參與進攻呢 這位21歲的 Anno仔就說 沒錯 領隊給了我們很多的自由度 他也明白到 球員是有質素的 以及知道他們的質素是多少 這件事對於我們球員和他們合作 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們是一隊進攻的球隊 我們是會不停地製造機會 我們是很想入球 亦都是傷害我們的對手 用入球 當然是說 這個最好的辦法 就是把球員 不停地向前推 向前進攻 亦都是 製造 有可能製造的機會 都要製造 製造到最多的機會 我們現在在聯賽 的確是一個很好的位置 但是我們不會滿足 我們仍然會繼續努力 繼續去用功 我會這樣說 我們的信心 就是我們最重要的因素 我們都相信 我們的能力 我可以說 這個這麼厲害的感覺 是我們球隊裡面 每一個人 都有的 以及 我們渴望 勝利 渴望 成功 的想法 這件事是令到我們 今屆為何贏得那麼多球 的原因 因為我們全隊裡面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想的 我們亦都希望 把握到每一個贏球的機會 無論那場球是甚麼球 我們都想贏 OK 以上就是TAA 告訴大家 今年利物浦球員的心態 是怎樣的 OK 這集節目就是這麼多 多謝收看 拜拜 請問一下 這集節目就是 我們下一個目的 就算我們 會有的 跟我們 歡迎 這集節目 感谢观看